大家好,我是冷君 哈喽,大家好,我是冷君 一个会让你耳朵怀孕的电影解说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 棒子果光蛋的科幻电影 人类灭亡报告书 此篇分为三部分 用三个故事 讲述了三种人类经典的灭亡方式 丧尸,智能机器人和陨石撞地球 第二部分,智能机器人 未来世界 机器人代替了人类的劳动 机器人设计师朴道远来到一处寺庙 他没想到 寺庙的负责人 不是让他来修机器人 而是让他确认机器人 RU4有了自我意识并称佛 朴道远感到莫名又恐慌 因为机器人像真人一样 跟他对话 而他检查不出一样 夜里,朴道远在家睡觉 被敲门声吵醒 是一个女孩 请求他修理智能宠物狗 因为宠物中心关门了 他拒绝燃养女孩大哭 他没有正品芯片 用了别的进行修理 燃养女孩不领听 他度过窗帘 看到他将宠物狗扔进了垃圾厢 公司打了电话 问他为什么还没交RU4的报告 他表示还在分析中 后来他坐在楼道沉默思考着 修理找RU4 签署自己对机器人公司的看法 RU4开解他 让事情顺其自然 修理离开后 RU4跪在佛前 不断地问我是谁 从哪来到哪去 第二天 机器人公司高层来到寺庙 主持说机器人没有问题 原来朴道远没有报告真实情况 而是用另一台机器人混小视听 然而RU4还是被发现 高层恐惧RU4的存在 要销毁他 寺庙的人阻止 于是面临手下当场销毁 朴道远请求再次检查被拒绝后 用身体护住了他 朴道远被打倒时 RU4击倒了重人 发表自己成佛的原因后 何时盘坐佛前 切断自己的线路 涅槃 回到家 朴道远在垃圾堆里 找到了宠物狗 并抱回家 剪开皮肤 将自己的芯片 装到了宠物狗上 第二个短片 直面人类的恐惧 人类造物却有分别 机器活该是物 人却理应为人 物必须被人控制 不承认超越了人的物 而机器人之所以成佛 因为没有分别执着